好当我们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你有全时Furman 这一个程式也有Squatch 2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课程的上课工作 你启动全时Furman 你要允许它 因为它会用到我们的Arduino硬体设备 所以你必须要有权限允许它做才可以是 这时候你连线的方式 请你点选S2A 然后这边界面 之前我们讲我们是在CAM3的Arduino这个Po 要不要自动开启Squatch 建议你就让它自动开启吧 至少选这个 那至于这下面这两个是 还有其他更多不一样的积木 如果你初学者 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不想有太多的干扰 建议你就自动开启Squatch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差别 好这边选好S2A 选这个之后选择连线 好这时候电脑就帮我们开起来 在更多积木里面 这边就有一些积木给大家用 这就是连线的方式 那你说我选择其他的呢 会有什么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离开 好这个时候我们选返回 好一样选S2A 一样选CAM3 但是我们不是开启自动 含网路积木 来看一下自动开启网路积木 按连线 他一样是开启Squatch2 但是更多积木这边 你就会发现 这边多了好多 一些不一样的积木了 好这边就有不一样的积木 如果你 已经学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觉得 他的功能不够强 那你可以参考 这些其他积木可以使用 那另外一个积木呢 好我们返回再来一次 Squatch2 S2A Plus 一样 CAM3 选择 网路积木及额外元件 然后按连线 他一样去开 开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得到 哇这更多了 好循积的都出来了 红外线也有 所以各种不一样的积木 就随着你的功力 强弱 你要选择你自己 适用你自己的积木 这是第一阶段 你要会启动你的程式 来操控Arduino这个设备硬体 当然你操作这个的时候 记得你的Arduino设备 一定要接到 你的电脑的USB 朝里面去 好吗 对 对 对 好吗 好吗 好吗